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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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 只有通过市场设计才能发现这个价格 从而达到供需的完美平衡 而拍卖制度正是市场设计的一种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就用了数理工具论证了市场设计的必要性 这本书的作者是保罗·米尔格罗姆 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当今著名的经济学家 他在拍卖理论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尤其是关于市场设计方面的研究成果 让他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本《价格的发现》是他最为重要的 关于拍卖理论和市场设计的经济学研究著作之一 在书中 作者不但论证了出清价格的必然存在 同时也论证了达到或者说 接近出清价格的市场设计是可能的 可以说 这本书作为经济学领域前沿探索的重要成果 把拍卖理论与市场实践相结合 为解决市场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和新工具 在介绍完本书的基本信息和作者情况以后 接下来我就来跟你分享这本书最重要的三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 为什么我们的经济需要市场设计 第二个内容 什么样的市场设计是有效的 第三个内容 市场设计在实践中可能遭遇哪些问题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 为什么需要市场设计 我们前面说到过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比如亚当斯密 觉得市场有直看不见的时候 价格本身就可以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 所以不用在人为制定市场规则进行干预 但作者在书中认为 理论和现实其实有着巨大差别 理论上的市场是一个理想化的对象 但现实经济中的市场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 其实在现实中很难做到通过自发调节就达成供需平衡和市场初心 而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市场存在复外部性 而这种复外部性会让市场自发调节失灵 复外部性就是复向的外部效应 如果在经济活动中 A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 直接影响了B的福利或生产能力 那么这就叫做A对B产生了外部效应 而这种外部效应既可以是正向的 也可以是负向的 听起来可能不太好懂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一个人一大早在家门前的公园开音箱做早操 声音很大 打扰了小区周边人的正常休息 那么这个人对小区周围的人就产生了负外部效应 因为他的行为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 相反 苹果公司开发和销售iPhone手机时 就对手机应用程序的开发者产生了正外部效应 因为苹果公司为手机程序开发者提供了新的机会 这些开发者的产品和苹果的产品是互补的 那么 负外部效应的存在对市场有什么影响呢 简单地说 市场本身没法通过自发调节 彻底杜绝负外部效应 同样 市场也没办法充分鼓励正外部效应 我们可以想象下班高峰期的交通 那些有红绿灯的路口 通行效率再差也肯定高于没有红绿灯的路口 因为如果仅仅靠过往车辆自发调节 就有很多人抢占通行道路甚至导致大量交通事故的发生 这就会放大负外部效应的影响 最终很难形成 高效的通行方案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 参与者的个体行为对市场的 整体交易的影响是零 人们所有的交易行为都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商家的定价明显高于其他同类产品 那么人们就会舍弃他 转而选择其他定价相对较低的产品 这种情况听起来似乎很合理 但现实中这种情况其实很难发生 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 苹果公司的iPhone价格比其他手机要高一点 虽然定价较高会让苹果损失了一些收入 但是因为产品设计和品质优良 大量的消费者都是iPhone的忠实粉丝 他们的购买行为就为苹果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这就是一个个体行为反过来影响整体市场的案例 在市场中不乏有这种的案例 那么为什么像苹果公司这样的生产制造商们敢这么做呢 这是因为他们垄断了某些资源具备特殊的优势 就更有可能拥有设定或左右价格的权利 当然 现实市场的复杂性不止于此 如果我们顺着完全竞争市场的思路倒推 就会发现要形成完全竞争市场 还有要求所有的产品都是同质的 在同类产品里我买哪个都没有区别 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在乎其他因素只看价格 而在这样的市场中 唯一重要的就是需求数量必须等于供给数量 只要供需数量相等 市场就可以自发调节并实现供需平衡 但问题是这也不符合现实情况 这就是市场复杂性的第三个方面 同质产品的假设其实有很大的隐患 因为在现实世界中 即便供需两端在数量上是相等的 也并不代表在具体环节上 供需也总能相互匹配 现实市场中的资源约束无处不在 比如城市电网供电 总供电量在数据上总是可以满足需求 但实际上高风用电时的用电量 和低风用电的时段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局部供需失衡的代价 最终可能导致大面积的停电 造成灾难性后果 所以说面对现实中的经济活动 单靠市场自发调节是远远不够的 尤其在一些即便是暂时的供需失衡 都会带来不可承受的伤害的地方 就更加不能单靠市场调节 还需要有某种别的调控手段 这就需要市场设计 以上就是我们讲的第一部分 单靠市场自发调节 在现实中存在种种弊端 所以市场设计是必要的 既然在现实中需要市场设计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好这一工具呢 下面让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怎样的市场设计是有效的 书中设想的市场设计 依图于经济学中的拍卖理论 所谓拍卖理论 其实就是把整个市场的经济活动 供需往来看作一次次拍卖行为 在这种拍卖式分析视角里 市场出清的过程被理解成 供求双方根据价格相互匹配的过程 而当匹配过程达到平衡的价格时 就是出清价格 在这个匹配过程中 根据供需的实际情况 拍卖的过程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拍卖方式 比如供过于求时会选择价格递减的拍卖方式 也就是从高价位起步逐步降低价格 从而减少过度供给 而当供不应求时 可能是价格递增拍卖 也就是拍卖过程会从低价位起步逐步提升价格 从而排除过度的需求 作者在书中认为 这两种拍卖过程最终都能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 使得供求走向一个均衡点 实现供需平衡 市场出清 当然 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 前面已经提到了 真实市场中存在着很多各具特色 无法相互取代的产品 这也是市场真正复杂的地方 而为了解决这种情况下的市场匹配机制问题 书中提供了一些非常新颖的研究方法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为你介绍 首先 书中引入了一种叫做背包问题的思路来研究 你可以这样理解 市场中有一批物品和一个背包 受背包容量的限制 没法把所有物品都装入包中 从拍卖的角度看 这就相当于是向物品的所有者去拍卖背包里的空间 而每个物品的价值相当于投标者的报价 于是 最重要的问题来了 怎样去挑选装入包中的物品 才能让最后包中的物品总价值最大呢 书中解释道 要解决背包问题 其实最关键的是解决把物品放进背包的顺序问题 那么 这就需要用到第二个方法 也就是书中提到的贪婪算法 所谓贪婪算法 你可以理解为能计算出把物品放进背包的合理顺序的一套算法 简单来说 因为各个物品的报价和体积之间是有比率大小的 贪婪算法就是按照这个比率大小来排列装包顺序 从而按价值由高到低的排列物品 最终实现装包物品总价值的最大化 当然 这种方法也有问题 就是顾前不顾后 这也是它被称为贪婪算法的原因 因为这种算法只会不停地往包里增加 目前价值最大的物品 却完全不顾及后面还会加入的其他物品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市场设计的理念 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找到一套合理的挑选规则 来实现市场资源的合理分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作者提出了维克里拍卖的方法 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 作者认为维克里拍卖是唯一能够计算和选出有效配置的机制 并且维克里拍卖还是一套反策略的直言机制 就是说 在这套机制下 拍卖参与者只需要按自己对拍卖对象的估价诚实投标 就可以获得最佳结果 那么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概括来说 维克里拍卖的规则是这样的 在拍卖过程中 它要求每个潜在的买家 蜜蜂投标 报告自己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 而获胜的投标者支付的价格 却并不是他自己给出的价格 而是所有投标当中第二高的报价 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 对每个投标者来说 无论其他投标者的报价是什么 自己诚实的报价永远是最优的选择 这个设计最早是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威廉·维克里提出的 所以就叫做维克里拍卖 他研究的初衷就是要排除 在拍卖中可能出现的策略性博弈行为 让拍卖结果更为合理 也让拍卖参与者的投标行为更加简单明确 而本书的作者就是把维克里拍卖的思路 推演运用到市场的无数交易行为里 从而引导市场完成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当然 市场设计的方法远不止这些 维克里拍卖看似简单 即研究下去 玄机也非常多 同时 书中对市场设计可行性的各种论证 无疑也是本书的重点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翻译这本书 仔细体会 以上就是我们讲的第二部分 在拍卖理论的视角下 可以通过市场设计去尽力引导 有效率的市场配置 虽然各种市场设计理论都有很多优点 但在付诸实践时 也依然存在不完美的地方 下面在第三部分 我们就来讲讲市场设计 在实践中可能遭遇的问题有哪些 前面已经提到了 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决定了 仅依赖市场的自发调节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人类理性 来构建更完善的市场设计 但是人为设计的拍卖机制 也面临难以克服的复杂性问题 就拿维克里拍卖来说 这一方法在实践中 面临着两大挑战 首先是当代计算机技术的局限 维克里拍卖虽然在理论上 能给出完美的最优解 但实际的情况是 面对极端复杂的现实问题 无数的参数和巨大的运算量 根本没法被算出来 比如2012年以来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实施了 激励性频谱拍卖 你可以理解为电视产业在面对海量看电视的人 以及多种信号发送技术时 试图制定出最优的价格策略 但问题是在美国大约有2000个电视广播放送站 这导致了这项大型拍卖 有数以千计的选择变量和2700万个约束条件 这么复杂庞大的数据 让计算最优解成了一项浩大的工程 作者曾带领自己的团队 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模拟 结果发现 即使采用最先进的商用算法 用高速计算机运算数周 也不能确定最优解 面对维克里拍卖的这个致命缺陷 作者和他的团队想处理一个叫做 动态时钟拍卖的构想 简单地说 这是一种价格递减的拍卖机制 随着报价递减 还能接受更低价格的卖家就留在场内 最后直到剩下最后一个卖家就成交 而成交价格就是所有报价里第二低的价格 在这个机制下可以大幅减少运算次数 同时还避免了 维克里拍卖的其他缺陷 但是新问题又出现了 动态时钟拍卖构想的使用场景有限 仅限于反向拍卖 没了维克里拍卖模型那种普遍适用性 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 除了面临严峻的计算问题 有时维克里拍卖的优点 比如反谋略机制 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得不到发挥 我们下面要说的第二个挑战 就是在实践中 投标方既不理解 也不信赖这种拍卖机制 在1993年的实验证据表明 在普通的第二高价拍卖中 尽管维克里拍卖的机制 实际上是反谋略的 但因为投标者并不信赖这个机制 在报价上还是常常出错 于是拍卖的结果也总是不如人意 比如因为维克里拍卖 要在流程中进行保密 所以投标者没法验证机制的运算过程 这就会加剧他们对整个机制的怀疑 而且投标者总是会疑心 竞争对手说不定有办法偷看别人的报价 担心会不会有各种内幕交易和暗箱操作 这些都会让他们对机制失去信心 最终导致维克里拍卖机制的优势 得不到发挥 虽然面对市场的高度复杂性 市场设计总有力所不能及的时候 但作者认为 对于市场设计的思考和努力 本质上并不是为了让人力 去彻底征服市场的复杂性 而是当我们看到 现实中的市场和人力都有种种缺陷时 本能的会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消除这些缺陷 而这种努力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也就是说 在经济生活中 人类或许永远没法完全认识和驾驭外在现实 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不断求知探索 并能动地去干预现实 这也许就是人类存在的宿命 以上就是我们讲的第三部分 市场设计在实践应用中 会遭遇现实中市场的复杂性带来的诸多问题 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去不断认识现实 修正缺陷 好了 以上就是价格的发现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本书介绍了 作者在拍卖理论视角下 展开的对市场设计的研究 首先我们讲了 市场如果单靠自发调节 会存在种种弊端 所以为了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 市场设计是必要的 然后我们讲了 在拍卖理论的视角下 可以通过各种市场设计手段 去尽力引导有效率的市场配置 市场设计在实践中 肯定会遭遇现实市场的复杂性 带来的诸多问题 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 去不断认识现实 修正缺陷 好 这就是中信书院 本期好书快听 跟你分享的价格的发现 文字版的钢货稿 可以在音频页面上找到 我们下期再见